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来介绍的是历届考题赏息 有关于指数分配的中位数的求法 这个题目是淡江的四个系的一个联合的研究所的命题 我们来看看题目的意思 他说X是random variable 随机变数 而且他的这个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这个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个指数分配 这个land指的就是在波阿松里面的那个数字 它原来应该是beta分之一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做 那么X是大于0是这样子 小于0是0就是0 好那现在要我们做什么呢 要我们去计算这是比率 什么比率 min就是平均数 medium指的是中位数 那么同学要知道的是什么 这个中位数me 这是mu mu就是所谓的ex 好那我们先把他的这个平均数 也就是我们的期望值先算出来 他就是期望值 因为我们有了几率密度函数之后 期望值并不难 我们首先要先了解一下 这个图是什么样子 这个图是一个指数分配 我们先把图先画在这里来看看 这是一个地减的一个函数 那么我们先算他的什么呢 算他的mu好了 ex来我们写一下 mu是怎么算的 mu的定义就是期望值积分 这是一个连续型的 由0到无限大 本来是应该是负无限大 因为我们的定义是从0开始 所以我们由0到无限大 这里是x乘上什么呢 乘上他的这个叫做pdf 就是我们的几率密度函数 那么这个要怎么做 这个其实并不难 我们要利用的是什么呢 叫做分布积分法 那么同学要看一下 我们的1的-landa x 其实就是什么 -landa 1的-landa x dx 我们来想一想 这个就是这个 所以本身来说 我们就把它做成了什么呢 udv的形式 那么各位同学如果不熟悉的话 应该要去复习一下 分布积分法的一个方法 就是积分udv等于uv 减掉积分vdu 按照这样的模式来做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udv等于uv 这是uv 我们两个相成 uv范围是0到无限大 我们写0到无限大 减掉因为它是负的 所以是变成加的 加上积分 vdu 这边颠倒过来 vdu就变成这个了 好现在我们再来看 无限大带进去 1的负无限大 当然是0 0带进去 本来就是0 所以这个根本根本就没有了 现在我们就直接积分它 这个积分 其实 不难的 这边就直接就加一个 fland的分之一就可以了 然后范围 我们画一条线 范围是0到无限大 无限大带进去是0 0带进去呢 就是1 所以这个地方是多少呢 land的分之一 好 现在我们已经算出来了 上面这个mu了 叫做land的分之一 下一步我们要算的是medium 什么叫做medium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 medium的意思就是 中位数 位居中间的数字 我们用一个eta来表示好了 这是eta 它的意思就是说 比一半大 比一半小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面积 曲线下所围出来的面积是1 那么这边就是0.5 这边就是0.5了 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开始算起好了 我们由0到eta之间 这个面积 围出来的面积是多少 是0.5 按照这样的观念 我来写出来 0.5应该是多少呢 积分 0到eta 然后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几率密度函数 我们照超 然后这个来求解这个eta是多少 那么我们就直接积分吧 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不需要用分布积分法了 因为这里没有x 我们就直接积分 那么这边是0.5的话 来我们看一下右边这个 直接积分以后 范围是多少 0到eta 把eta带进去 扣掉0 0就是1 各位同学知道 1的0四方就是1 1 好 那我们现在我把它写出来了 负的1的 负烂大eta 加上1 因为它是等于0.5 来我们移向过去 把这个1移到这边来 就变成了负0.5了 负0.5是等于 负的1的负烂大eta 那么我们两边一起来 都除一个负号 来我们写一下去 那么可以得到什么结果 负1的负烂大eta 是等于二分之一 现在我要算的是 这个指数的上面的这个eta 那么怎么算出来呢 我们就取log 取nature log 因为跟这个有关 以欧拉数为底的这个对数 两边取完了以后 左边就变成了 干干净净的负烂大eta 右边这个是 nature log的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负的nature log2 好 那现在我们就两边一起 负号取消 所以这个eta是多少 eta就是lanta分支 nature log2 我们算出来了这个结果 又算出了这个结果 那么笔值就不难算了 笔值怎么算 mu除以eta 所以这个地方是多少呢 两边除一下 这边是lanta消掉 所以是nature log2 分之一 那么我们就解答了这个 中位数的相关的问题 这个单元我们介绍的就是 期望值跟中位数 那么我们在这边做一个回顾 期望值 这边的话来说 这里是x 所以这边是x 乘上它的几率密度函数 那么这是期望值的算法 中位数 我们要回归定义 中位数指的是 赢一半输一半 就是说比一半大 比一半小 如果以连续的几率密度来说的话 那么他们是以面积来看 它是采用的是这个方式 0.5就是所谓的左边 是等于负无限大到eta 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指的负无限大 就是我们的最下限 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 它是在这里 好 还是由负无限大 或者是由eta到无限大都可以 总而言之 中位数的做法 是要采用的是面积的角度 这个的话是依照定义就可以了